今天Lily想和你們介紹 就是全國九龍站最優質、最美維港景的一房海景單位 它是位於海旋門2Arch 朝一角的中層2室 實用面積395呎 全國屋苑只限量34個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進來了解一下 經過這個小小的圓關 我們進入到這個大概130平方尺的客廳 這個樓底高度接近9呎 闊度是8.9呎 深度是大概14.8呎 雖然剛剛下雨 但是沒有阻礙我們看優美的維港景 旁邊你還會看到部分M加博物館的初映 下面還會建更加更加多的博物館 建好了,這裡一定更加升值無限 這個單位雖然是一房 但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餐桌、書桌,放一個架 然後這裡你再放電視櫃 電視櫃和梳化椅都沒有問題 業主還換室冷氣 如果你想要私隱 這裡可以選一道隱形門 也可以是一個選擇 我們進來看看睡房 基本上都很闊大 業主還做一道道頂的衣櫃 所以儲物空間非常多 這個單位在海景 它的睡房看是最靜藍的 整個維港景是給你全看的 業主很聰明 他也懂得在窗台位置做一些櫃 可以讓你放鏡鏈、戒指、耳環 再來我帶你們出去 再來我們看看玉室的位置 一房來說它也算是大了 還有一個鏡櫃 也挺大 兩個人住也沒問題 在玉室的另一端 業主還裝了一個玉瓶 洗澡就不用怕水帶出來 還有一個浴缸 再來我們看看廚房 廚房保養得很新淨 業主還換了一個新冰箱 和洗衣機 間隔也是發展商 當年買回來的樣子 保養得非常新淨和乾淨 雖然剛剛收禮 但狀態也很好 車油煙機和煮食爐 都是Gegner這個牌子 廚房的窗外 還可以看到報廢的圓景 如果你們對我今集介紹的浪漫有興趣 亦想了解多些海水門租 買成交的話 歡迎聯絡我 這個答案我是有所時間的 亦希望你們給個Like 我的意識鼓勵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頻道 這些蹤蹤好力 多謝你們支持 下次見 拜拜